新北联谊在3月13号颁奖表扬了5位80岁以上的长青乐活志工 其中有最年长的86岁长青志工 也有最年轻的也是有83岁 总服务的时数从1500小时到4400小时不等 服务的年资都已经超过了10年 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在13号颁奖表扬 苏贞才、王潘碧莲、许振树、燕、洋葱、李王面 等5位80岁以上的长青乐活志工 卫生局表示他们热心公益积极投入志工行列 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典范 同时也呼吁希望有更多民众加入志工行列 医院里面其实有这些我们所谓长青的志工 年纪比较年长的爷爷奶奶来担任志工 其实对医院是很有很大帮助的 因为其实大家就像我刚刚讲的 在医院里面生病的病人 其实身心都是觉得很痛苦 这时候看到年纪这么大的爷爷奶奶 都还在很努力的来帮忙大家 来服务大家 那种有振奋的效果 其中市议员王淑慧的妈妈 也在表扬的队伍里头 因此她也特地前来管理 王妈妈表示 做志工真的是令人快乐的工作 她希望可以一直做下去 虽然她已经年过八十了 但是还是身体健康 因为她有这些同学们可以请教 有医师们可以来垂寻 还有有这些护理姐姐 护理妹妹可以给她们支助 我们都会跟我们说 团队公司的所谷 会好像说一些她的病情 这样说给我们听 我们就是说 既然我们的力量 知道的事情 就跟她指导 跟她说 大家也很高兴 我严格努力的心 在健康 可以对志工 这个服务 可以这样顺利 大家这样圆满 对社会 是这样 很高兴的贡献 卫生局表示 希望借此志工表演活动 来感谢他们 长年来对社会的贡献 也欢迎有心从事志工服务的朋友们 贡献一几之长五十奉献 一起加入联合医院志工的服务行列 建凤强事物上报道